现在大家都已打个国欺求我们 还没有呢 2020年 是不得了 我认为只有不到十年的功夫 中国会成为世界最老的文化 最高的文明 至少至少跟美国 对西方的国家 同样的我们的国民收入GDP 跟他们至少一样甚至超过他们 这就要有在座的比我年轻的人好好努力 不到十年 大家全世界的人会拥来中国 向中国来讨教 我们自己先准备好 所以我说 在福老 适世十周年的时候 我在向 福老 向他 跟他说 我这个厚死者 我认为真是献此身 献此心 把中国的文化 尽量的发扬出来 尽量的把我能所知道的东西 尽量的告诉大家 保达 保达 福老 跟我相交 二十年的 这种相知 相许 又相灭力的 这个恩情 我很荣幸 我很荣幸 今天李先生 发了帖子 而且 在请帖里头 告诉我 就是让我 谈谈我跟福老的交易 福老的聪明 福老的智慧 福老的处事 那种圆庸 通达 他拜人的 那个和谐 善 这个 这个真实说 让你会觉得 真是和蔼和亲 他 走了 都走了十年了 我还能活多久 我不知道 我会尽我的力量 将来 真正死后 还有个地下的话 我能见到福老 我可以跟他说 在你的 欺喜跟美丽之下 我虽然没有 完全做到 但是我尽了 我的力量 谢谢 我想在座的朋友们都会非常惊讶 叶先生 所以我要代表大家 向叶先生表示 非常深切的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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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谢谢 谢谢 下边我们请中国人民大使教授 方李先生先生 来发言 方李先生 这个发言题目是 捧结教父老宗教思想 发挥宗教剑极其作用 主持人大会主席 各位委员的先进 大家好 很高兴 这次会议 但我想我们 要体验父老 还诞生 还四十十九年 我想最有意义的 就是要移行他的遗产 他的思想遗产 精神遗产 文化遗产 那等到这个理念 在2007年的时候 这理念父老 诞生一百九年的 一个学术会 座谈会上 我做了一个学习 照顾了总览全局 推特创新的 卓越品格 品格的观点 这个是从 我老如何观察 认识和领导 中国福教的角度 来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